大家好我是阿天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公會的信件 大夥們說哈的時間來了 全力出刀四周目的尾王 還剩40% 然後爪牙也要清掉 因為爪牙不清掉的話 BOSS不會復活 那這個我等到層級時間 然後把那個聖物抵完之後 我就會開始出手了 現在也是在重生時間 所以說下一次重生之後 這個小兵就不用打了 大家的所有的體力 都拿去打這個尾王 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團隊演證的部分 然後另外呢 不知不覺又跑出一個新的活動 在這個團隊演證即將結束的時候 神霞慶典又出來了 那這個活動的話 應該就是跟之前一樣 你每天解完每日任務 你可以獲得30把鑰匙 所以說呢 12天的掉落時間 你可以獲得這個360 沒錯 360把鑰匙 那這個樣子呢 就是12天的活動 活動道具掉落時間 再加上最後兩天 讓你去課金喔 所以呢相對應的課金禮包也開了 不論是每日禮包 這邊都會有配鑰匙 以及這個限時商傳的活動禮包 像這個都是CP值比較高的 所以說這個課長想要課的話呢 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神霞慶典的話呢 現在都是改成這個樣子 你再爬再多層 都是這幾個獎項 不會說你爬到越後面 獎項越好 什麼第10層有大獎 第20層有大獎 沒有齁 那就是每一層都是固定的齁 所以說這邊就看你要怎麼選 我記得好像 這些小獎都沒有什麼變嗎 有啦有啦 10層的獎項比較好啦 對不起齁 是說他那個第10層是沒有神魔獎項啦 這樣子齁 第10層的獎項就是永遠都是這個樣子齁 並不會說第10層是這樣子 然後第20層就變得更好 就沒有齁 就是每10層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是 有抽到就繼續往上爬 那到第10層之後呢 你就把這個全部的大獎都拿完 然後再繼續往下爬齁 好 那這個是怎麼講 這是普通的層數齁 然後我們就直接開始尋寶 好 那如果說你的這個鑰匙夠36把的話 你可以直接一鍵跳過 但是呢我不夠 所以說呢 他就沒有一鍵跳過 你就只能自己點 那你只要點到其中一個大獎 你就可以去下一層 所以說一般來說呢 在1到9層齁 就是說不是10的倍數的話呢 你只要摸到一個大獎 你就可以直接去下一層 那但是呢 第10層的話你可以考慮 全部都摸到 然後再去下一層齁 好 所以說這是神霞慶典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兌換商店喔 兌換商店的部分呢 就是你每開一個小格子 如果說沒有中大獎的話呢 就會獲得這個 唉呦 我關靜音喔 開一下喔 免得到時候有人打電話給我 我沒注意到 好 那這一個就是說 當你去開那些小獎的時候啊 你會有機會獲得這個龍靈果 那有的時候他會爆擊喔 有的時候是一次兩顆 有的時候好像會有五顆吧 那這個龍靈果呢 大概其實我覺得官方 算出來也就是 頂多讓你白嫖一隻神魔角色 然後再加上一個紅箱子 好像每次都這個樣子 但至少呢 360把鑰匙齁 白嫖一隻神魔是沒有什麼問題齁 劍遠征這邊是做得不錯齁 肯定是可以的 那這一個的話 雙子喔 盧克雷蒂亞齁 都是還蠻實用的角色 尤其是盧克雷蒂亞齁 這個 還沒有神話異星的 一定要培養齁 這個不論是在各個機制上面 都用得到的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這樣子推薦 那值得一提 是說 這一次有多了獸靈幼石 那獸靈幼石的話呢 他就是 新的機制在這個獸靈營地中使用 那 就是說10點一抽 然後100點就是10抽 那抽出來 你可以抽到這個 藍色的 藍色的這個獸靈跟這個 精英的這個獸靈 那精英的獸靈的話 不是很好抽到 那不過呢 這個精英獸靈的話 他的升級也不會吃那麼多 那如果是藍色的話 他自己吃自己要吃很多 譬如說你看這個 當他這個升級的話 他一次就要吃9隻喔 不過呢 我覺得這個應該很快就可以升滿了 然後呢 你在推這個多張地圖的時候 每一個關 應該說每一隊都可以用一隻獸靈 然後也不能重複 所以說呢 這個當獸靈系統開的時候呢 你至少也會需要 五隻比較強的這個獸靈 但是 但是這個的話 我覺得現在也就不過六隻而已 所以 所以我覺得每一隻都要練 然後呢 你想要特別去練哪一隻 也沒什麼辦法 反正他這個抽也是隨機的 升上去之後呢 不管技能好不好用 至少屬性 有的沒有的屬性 那些都是會提升的嘛 所以說呢 這個是新的那個獸靈幼石的道具部分 那其他的話 就沒有什麼不同了 T1到T4都有 金河 金碎 波爾 幣這些都是有的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哇 一次就中了 只是想說演示一下而已